此次展出是旅美当代艺术家石村创作的人民币系列首次在纽约展出 也是当代艺术画廊Song Gallery执行的第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 石村表示很高兴能在春节期间展出自己的作品 也希望能给观众者新年带来好彩头 中国人恭喜发展后面有一句话叫红包拿来 所以是这个大钞票嘛一定是在这个大年初一来给大家就是喜气 Song Gallery负责人Sonia表示 这是画廊的开幕展 选家大人初一展出 也是为了迎合制自由化浓浓的中国元素 因为你们也知道在茶楼地区画廊很多来来去去 但真正能站得脚的画廊很少很少 尤其华人的也很少 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助石村的这个人民币来个开门红 周年也是美国中文网的博主 网名纽约桃花 很多中文网博主 以及参加美国中文电视 美国中文网摄影大会的摄影爱好者们 都观赏了当日的展出 美国中文电视前一集报道 美国中文电视前一集报道